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经吉甲 我们的原则是 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的理念就是 以教导牧养宣教来荣耀神光明国道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 光明人爱和平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今节影片要讲的内容是 星期四关外 效法基督作者托马斯压肯培 第六章 论情欲 一 无论何时 一个人放纵欲望 他的内心马上就要感到不安 该傲和贪心的人缺得不到安息 贫穷和虚心的人 才能住在丰盛的平安中 人若还未完全向他自己死了 就很容易在极微小的事上受试探 而且被试探所性 心灵软弱的和营救在情欲之中的人 就无法脱离贪爱世界上事物的欲望 所以当他想要尝试脱离这些欲望时 他就要感觉痛苦 若有人反对他的行为 他就容易发怒 二 但是假如他随从欲望行 他又会马上受良心的责备而感不安 因为想要再迅从情欲的生活中尋求平安 那是徒劳无功的 所以要得真正心中的平安 只有抵制情欲而不是迅从情欲 随从欲体生活而沉溺于世界上的事物的人 心中不会有平安 只有注意灵性和虔诚的人 才能享到内心的平安 好啦 今节影片就讲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我们是圣经吉甲 影片完结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